高雄街頭出現了驚險的場面 由於對情侶發生爭執 女子似乎要阻止男子離開 他是整個人趴在引擎蓋上 而男子也不顧對方的安危 直接把車開走 導致女子被拖行了50公尺 重甩落地 當時目擊民眾看到嚇壞了 趕緊幫忙報案 警方趕到現場將女子送醫 也通知男子到案說明 在訊後依照傷害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男子到車要走 女方追出來 要留人索性肉身飛撲趴在引擎蓋上 不是電影特效 是真實上演 女子死命巴著 駕駛也沒想停 上半身趴在引擎蓋 雙腳往下 車子邊開腳邊晃 轉彎還差點被甩出去 挖在車外 撐了50公尺 終於撐不住 女子摔車 腳還被車輪撵過 就見開車男子下車回頭 用蠻力把人拖到路旁 然後開車男子又走了 留下錯愕民眾 事發在二號傍晚 岡山仁壽路上 原來雙方是情侶 吵架後男方上車要走 女方不給走 直接鋪上引擎蓋 54歲女子和48歲男友交往同居 近期男友要求搬離 雙方沒共識 女子激烈趴車攔人 男方無視安危 肯心硬開又丟包走人 感情糾葛 一個人進警局 一個進醫院 記者蕭志遠高雄報導